国内罕见的外遇官司 这一对男女同事被怀疑是发生超友谊关系 而男方老婆告上了法院 妨碍家庭告诉原本70万元就和解 而两个女人还签下了和解书 但是条件是不准再联络 否则一次要罚10万元 而不料清完这和解书之后 老婆发现外遇对象打了15通电话给丈夫 似乎藕断丝连 一气之下要求赔偿 而法官配判这个外遇对象 赔了150万元获准 外遇事件发生在台北县一家公家机关 一对男女同事被怀疑发生超友谊关系 男同事的老婆告上法院 妨碍家庭告诉以70万元来和解 不过老婆要求外遇对象签下和解书 条件是见面通电话传简讯 收罚email网路聊天通通不准 否则一次罚10万元 也是同事嘛 然后我们都蛮有互动的 然后因为尤其在开玩笑当中 那个我太太就误会了 什么一通电话 一通电讯是什么 就要发10万块那个部分 然后那我真的不了解 然后我不晓得她 她实际下和解那种什么样子 丈夫喊约没有外遇 不过签下和解书之后 老婆却发现 他们还有联络 比对通年记录 一共15通电话 都是女方打给男方 外遇对象宣称 双方是在谈公事 但老婆却不相信 依据和解书要求赔偿 法院判准 外遇对象要赔150万元 法官认为 以契约来保护婚姻 没有违背公序良俗 如果一方违约 就应该赔钱 一通电话 代价是10万元 真的很昂贵 中天新闻张立凌 郭浩琪 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